女明星标准体重是多少? 佟丽娅的回答很过分 女明星标准体重是多少? 佟丽娅的回答很过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佟丽娅在镜头面前的表现越来越大胆越来越自信了 有人问佟丽娅,能不能示范一个和女明星同框合影的时候必胜的姿势 佟丽娅当天穿了一件很保守的高龄衣服,她二话没说就开始就开始扒了肩膀 以为只是一丝一丝做个样子,但是没想到佟丽娅来真的,直接把衣服扯了下去,露出了一半肩膀 现场所有人都吓到了,您这是要闹哪样? 佟丽娅还是很懂行情的,陆肩膀这招确实能在女明星合影中能够脱颖而出,谁用谁知道 佟丽娅的最近一年的变化太大了,虽然是狮子做,但是以前的佟丽娅是不自信的,她觉得陈思诚优秀的自己根本配不上 当然这一段现在已经被网友当成笑话来讲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雷佳音一起玩久了,佟丽娅的画风慢慢在变化,让她用一句话夸一夸自己的颜值 她张口就来一句说,佟丽娅你这么美你爸妈,知道吗? 问她自己化妆和素颜差在哪里,佟丽娅毫不犹豫的说没差,化了妆美,但是素颜也很美 好的,没毛病,你终于不是美而不自知了 好了不能再聊言值问题了,不然很担心佟丽娅可以夸自己半个小时不停歇 那么问一个别的问题,你觉得女明星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多少?佟丽娅脱口而出说90斤,还补充了一句,别超过90斤吧,意思是91斤的话你就有点胖了 不知道Anjala Baby听到佟丽娅的话会有什么感受 不要超过90斤这句话也只有佟丽娅敢说,毕竟身高165的她最胖的时候才85斤 听完佟丽娅的讲述,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还好自己不是明星,不然岂不是分分钟要被彭丽娅嘲笑惹 虽然对体重非常在意,但是在变老和变胖两个之间抉择的话,彭丽娅果断选择了变胖 想起自己要变老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过不用担心,大家都说鸭鸭是仙女,仙女是不会老的事吧 祝你喜欢自己的时间 别人エgli 一球 这 貼